和你一样 芬儿 你知道 新疆在我们国家有多重要吗 你知道我们这些山东的女兵 来这儿有多重要吗 俺原来真的不知道 反正俺现在的觉悟不一样了 真的 俺就掘墨着 俺要是光为俺自个儿 俺对不起组织上 这么多年对俺的培养 俺这辈子就是毁在这个领头宴上了 只要组织上一根暗树 这是为了国家 为了党 俺浑身的血就往上冒 俺就顾不得想俺自个儿了 你能听懂吗 芬儿 芬儿 我没说嫂子咋办呢 我这媳妇 你就歇会儿吧 别累着了 就差两针了 怎么样 好看吧 好看 给我带吧 想得美 你说 他俩真能好了 你别瞎打听了 这事保密 保密 俺早就给你列列出去了 保密 你说你个败家娘嘛 这满嘴都胡嘚嘚呢 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事 那是好事 怎么不能说呀 这真是 刀米的鸡 拉磨的驴 转不过这巴掌大这块垫 瞧你这比方 你是不知道 那以前在老家的时候 于兰是副区长 说一不二的 对待向俺这号人 他都不正眼瞧一眼 拉起俺来 就跟训三孙子似的 到了这儿 吊了个个 啥吊个不吊个 你就是吊过来 也上下一边粗 你这 不管怎么样 俺那是嫁给老兵 他呢 他要往国民党怀里钻 这就不能胡说啊 胡彩蛾 这老刘连长的男人呢 不是一般的男人 不是哪个女人 他都能瞧得上的 你这么倒是吧 也是啊 像刘连长那样的人 哪个女人看了不心动啊 这要动了心 那还管他什么国民党呢 你想啥呢 我告诉你 胡彩蛾 你要是瞎琢磨的话 我饶不了你 你想啥嘞 俺肚子里怀着你的小炮 我俺还能干什么 你这个老兵 你给你阿门 这真是天大的稀罕事啊 这玉兰在咱马连我子 真是扔了个大弹 这叫什么 这叫说人不如人 那玉兰把俺数到的 身上连一块儿 完整的骨子都没有了 可是到了这儿呢 俺嫁了是什么 老红鸡 老革命 他嘞 胡彩蛾 你别在这儿 胡咧咧咧了啊 是暴了撑的 该干磨 该磨去 没有瞎咧咧啊 没吃饱了 他说的这是事实啊 怎么了 他憋不住要嫁人 那也不能这么个嫁法 他丢人还不知道 几块钱一个 胡彩蛾 你再说一句敢听听 吃钱再还吃出个 咸眼嘎的 玉兰姐要嫁谁 关你屁事啊 怎么了 我还不能说他了 轮不着你 轮得着你了 贤持萝卜蛋造型 你不就嫁个指导员吗 你了不起了是不是 觉得自己是根葱了是吧 指导员怎么了 见着俺家大炮呢 也得让三分 你算老几啊 你 你就是个脚屎棍子 没你不搅和的 俺那是跟你学的 你再说 俺跟你不客气了 还要怎么的 还把你弄的 你要干吗啊 你要打俺是吧 你打 你打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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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 家伙们 你给我等着你 我饶不了 小姐 疼啊 疼啊 你疼啊 怎么样了 你没事了吗 怎么样疼啊 怎么样 咋 没事吧 你去 金珠 我叫他跑去 你叫他跑 我这就去 怎么了 疼啊 他要怎么办呀 疼啊 你们认识的疼啊 你怎么回事呢 你看外面今天见得多人 你跟他思想什么呀 胡彩哥多难缠 你不知道吗 二蛮 今天人家把没人 你让我怎么办 不是呢 是他自己摔下去的 我说你还嘴硬是吧 他找事了 他找事你呢 你也不懂事 你上哪儿了吗 站头 你说你 一点都不懂事 我怎么 站头 你说这是 咋办 你得跟我说一会儿 我 我正在给你解决呢吗 解决什么呀 你不想娘们 把采哥肚子里怀着孩子 都能围了 你说他爸 你冷静点 我这不想办法 我咋冷静啊 我这么大岁数 有个孩子 我这不一步 大胖哥 这事跟俺当家的没关系 二蛮 二蛮 你干什么事啊 那干什么去 炮哥 你冷静点会儿 大胖 这出人命了一会儿 彩鹅 你别太难过了 喝口水吧 俺的小胖没了 你说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俺不活了 也不能啊 彩鹅 你这身体要紧啊 俺孩子都没有了 还要什么身子不 你这身体要紧哪 还能怀上的啊 彩鹅姐 敢跟你赔不是了 你想让俺怎么办 你说吧 怎么办 儿子都没了 你说怎么办 敢说了 要杀要寡的 有你 丑二蛮 你这是在毕安哪 有人给你撑药了是吧 你还要挖脖子上牌呀你 丑二蛮 让你顺着啊 不要了 彩鹅 彩鹅 你给我买了你 安静点 安静点 丑二蛮姐 那 那丑二蛮 你最会抓好人 你现在在这儿干什么呢你 我看你就是嫉妒啊 你自己没有孩子你就嫉妒啊 你非要把人小胖害死 就是你孩子你 你赔 你赔 丑二蛮拿什么赔你 丑二蛮你赔 安静点 拿什么都行 让我拿命贝你行了吧 丑二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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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二蛮丑二蛮 满二蛮丑二蛮 丑姐 交便 交便 丑姐 坏人王哥 安静说了 你说你平时说话 都不敢大声 你咋还会吵架了呢 还不让他说你坏话 安静等都为了安 才有孩子没了呀 好 你就让他发发火吧 你说大跑也那么大岁数了 好不容易有个孩子 这孩子掉了泪多伤心 看在孩子没的面上 别跟人家闹了啊 难听你呢 咱们二慢不懂事 我给你赔不是了 杀人不过头点一 你们可说的长长 要谁的命 我心里给你闹 你现在说这个管什么用 美兰姐 你可来了 一来年 小胖妹啊 彩鹅 彩鹅 身体要紧 不哭 不哭啊 这也是小月子的啊 不能哭 大胖 那个别让彩鹅下地啊 这两天好好照顾她 好 想知道什么 跟姐说 姐给你去做去啊 你是要拿东西 毒癌的嘴吗 彩鹅啊 再哭也没有用啊 就是啊 身子要紧呢啊 别哭坏了身子 真是小月子 我们两口子 给你赔不是了 二慢 彩鹅姐 多深感的不适 我敢对不住你 对不住了 赤教员 你得跟他做出吧 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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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谁呢 赤教员 关赵二曼击屁 凭什么关二曼 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就得关 我不知晓 你的决定是错误的 你说什么 我说你的决定是错误的 这是八连 我是指导员 我说关这就关这 关赵二曼 要关就关啊 这事是赢俺起的 彩鹅 彩鹅 玉兰姐 回去吧 二曼不出来 俺就在这儿陪着 你看姐放头磕睡成什么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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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抱着孩子 在这儿做人算怎么回事 跟谁示威啊 二曼不出来 你就在这儿陪着 你心疼二曼 让姐放跟你陪我 你的刚马也够狠心的 连长还想不通 你说二曼到底有啥错 为了一个胡彩鹅 指导员连老婆都不认了 可作为指导员 她必须要这么做 为啥 你还不了解她 你看展涛平时炸炸糊糊的 实际上她一肚子惹心肠 看才不是呢 你看她厉害的 你慢慢就可以了 连长 玉兰姐 质量员让孙子 看起来 我说什么呀 你随量会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用不着你 好吗 回去吧 行 赵风 劝劝你你嫂子 让她回去吧 来 来 姐夫 走回家啊 来 姐夫 走回家啊 走回家啊 阿玉兰 二曼 我有句话想问你 问吧 你觉得委屈吗 你们这感冒啊 满不委屈 感气也出了 人家娃也没了 满在委屈感成傻人了 可我替你委屈的话 指导员管你的禁闭 这没有道理 他是领导 这事他得处理 就这么处理 军阀作风 随量 那不许你这么说他 二曼 我以后不会再说了 他又拿走了 他太牛了 什么你在说 假装生气给我看是吧 谁假装生气了 那二曼 平时说话脸都红 这么大楼子 我能不关关禁闭吗 你让随量给二曼送的被子 关禁闭 又不是蹲监狱 还是心疼吧 谁心疼 没有 反正你关二曼禁闭 欠考虑 咋的啊 我还做过了 你当时不在场 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可是你偏信胡彩鹅呢 你不信大家的眼睛 我知道 在你这个位置上 处理自己老婆的事情 是很难做 可是你不能为了表现 大义灭亲 就真的留情不忍啊 你不就关两天嘛 你又不得还肉 这肉乱醉 指导员 二曼说了 就算冻死也不盖 你送的被子 我这哪儿都完不成你 那你自己去送 我走 我走 真不送啊 不送 真不送 真不送 好 我去送 我我我我我送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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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手回去了 你手回去了 手回去了 你手回去了 舒服了吧 好 大炮 感觉的这事不对劲 哪儿不对劲啊 不是俺 是湛涛 你说他不是做给俺看的吗 你啥呀 疑神疑鬼的 谁让他关二曼禁闭了 那不是给你出气吗 孩子没了 咱可以再要 这二曼要个好歹 俺这心里一辈子都过不去 其实这胶是俺自己摔的 二曼连手都没伸一下 傻 那你到处嚷嚷 还让我去找湛涛 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 那不是急眼了吗 急眼你又不能胡说呀你 俺这个人就这个脾气 脑子一热 什么都往外冒 冒完了你就后悟了 这丢人丢大我 大炮 你就跟湛涛说说 让他把人们放了吧 我该咋缺啊我 好 你不去 俺去 你个傻娘们儿你给我带着 不要身子了 那你要等我你就去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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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站头 你赶紧把二慢放了吧 不放 我让得放你就得放 谁让我放我也不放 根本就不是阿尔曼的事 那是谁的事啊 你们两口子不是要娃吗 阿尔曼给不出来娃 那就得关金币 你少给我打关枪 这眼睛快瞪出来了 那也没用 我就问你 到底放不放人 不放 能不能让你嫂子来 她的面子 我看你给还是不给 谁的面子我都不给 我就是不 展偷 你今天不放人 不是你这出人命 就我家里出人命 你等着 老哥 行了 我呀 让玉兰去接人了 这还差不多 你瞅你那样 小心眼 喂 你好 展涛 你好 处长 什么 随量掉到七点去 我 我知道 随量七点有个哥 是 是 处长 是这样啊 我们八连啊 就一个文书 随量这要掉 是 那我们开会研究一下 是 大大 随量这小子要掉走啊 随量要掉到七连去 这小子 诚心跟我憋劲 不行 我一定要突然闹去 你听我一句 让孩子走吧 凭什么让他走啊 他留在这儿心里 也觉得委屈 他委屈什么呀 孩子的心思 你看不懂啊 来 扎还精 你俩不稀罕 还剩我的气呢 就吃点酒 好 阿曼 这是咱俩第一次喝酒 也是最后一次 张家的 你没意思啊 先看了吧 赶酒吧 明天你去七连吧 那你去七连 去七连感冒 随量掉回去了 我想着 不能这么巴着你 你这是莫华 你把南二门当什么人了 南二门就不能犯错误了吗 你骂也骂了 你关也关了 你现在又赶赶走 你有完没完 当家的 你要是看不上南二门 你要是显敢碍了你的事 显敢毁了你的名声了 你就把话为明了说 你二门不会来着你不走 二门 这话说哪儿去 你不就是这意思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 随量对你挺有意思的 坑啊 没意思 我知道你没意思 随量那小子 我们人不错 人不错 才能对你好 我 不想耽误你一辈子 我想着 成全你们 你胡说 谁 谁说俺要去七连 谁说你爸这俺呢 你爸 二门 我是个爷们 我是个男人 我做事情不能那么自私 你说你跟我过日子干什么呀 我 我能给你什么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大家的 你放你这个价 别说了 那要是我对不住你的地方 你打暗 你慢慢偷笑 你别这样行不 我哪儿也不去 要离不开你 我 傻不傻 能傻 能就是傻 能再傻 看这辈子也是你战刀的女人 好 一半 给我倒壳酒 别哭了 好不好 来 喝一个 别哭了 吃饭 吃饭 我是一个民 乖乖乖乖乖 老外表情 老外表情 我是一个民 乖乖乖乖乖 二曼 指导员叫你歇一天 就歇一天呗 咋子还不听她的呢 你还敢装 昨天晚上就和好了 谁跟她和好了 你当然走了呀 你在不远的地方候着呢 亲眼看到指导员 把被子给你送去 就没出来过 说磨了 玉南姐 没有 太厉害了 吴兰同志 来 我跟你有话说 先走了 来 要去地里呢 你这么老躲着也不是办法 躲你干啥 你不是又改变主意了吧 又不是天上的云 说变就变 那就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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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跟你谈话了啊 我觉得有点胁迫的意思 不光彩 你也知道 我后来又想了想 我 有个问题啊 必须得搞明白 你到底 是吧 因为 答应不答应是一回事 乐不乐意又是一回事 妈呀 你这不是难为人吗 俺都阴了你了 你还非要让俺从心里头乐意 那俺明确告诉你 俺不乐意 你 你看 你看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 如果你真的不乐意 那以后 咱们俩怎么大伙过日子呀 那俺问你 你乐意吗 我不乐意 你不也是被逼的吗 你说你 刘连长 你这说话绕了半天 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你还不如不说呢 我怎么跟你说话 就那么难呢 再一次证明咱俩 根本不在一个点 你这就说对了 你在天上 俺在地上 你是文化人 俺是土包子 俺跟你怎么可能在一个点上 老花说了就是 两股道上跑的车 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咱们俩必须要在 一股道上跑的啊 所以我希望啊 咱们俩 还得再增加了解 那天吧 我 我软硬监视 把 把你套进来 其实那不是我的本意 那你的本意是啥 我的本 本 我 你别默契了 你说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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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本意 坦白说吧 其实我 对你有好感 不是 你 说这么严肃的事 你 你不会真让我娶 一个神经病回家吧 你 刘连长 你说俺来这马连窝子 都一年多了 你给过俺一次好脸子吗 你怎么可能对俺有好感啊 俺在你眼里 就是一个乡下娘们 不对 你跟他们不一样 咋不一样啊 你除了嗓门大一点 你就像一台发动机 你一启动 灯都回亮了 那就是天上的月亮 要是也是太阳 因为月亮它根本不发光 它是反射太阳的光 所以它才发光 跟你说话真累呀 你这满肚子的墨水 说出来就是词 俺搁不上 那好 那我再直接点 你和王大勇的事情 我 我也听说了 我能体会你的心情 你个大老爷们 咋能体会俺的心情 我 我真 因为我接过婚 我爱过 也有个孩子 那你为啥不早说 现在说也不晚了 我想在咱们正式结婚之前 让你能够更多地了解我的过去 看玉兰姐呀 现在对刘兰长的态度 跟以前不一样呢 是吗 说不定有戏 潘兰姐 你说的是真的吗 用不着大提小怪的 风 他俩都 都聊到一块儿去 那这事不就快成了 成了不好啊 好什么呀 俺心里觉得别扭 你说俺嫂子咋证命呢 俺看刘连长人挺好的 他没敢大勇哥好 风儿 你老替大勇哥感冒 大勇哥那么绝情 都不要安玉兰姐了 你还提他 那玉兰姐 他就不能找个 心疼自己的人了 那也不能是他 风儿 风儿 这个就是我说的若脸 这跟画画上的人一样 漂亮的黄眼 这不是延安宝塔吗 是 那下面 被烧的那个人 就是我 你不是国民党吗 我刚参加革命的时候 在延安照的这张照片 后来我就被派到敌战区 一直做地下工作 真的假的 其实我跟你们一样 你是共产党 那为什么大家都说 你是国民党 因为我的上下线 全都联系不上了 有的牺牲啊 有的去了台湾 没有人能证明我的身份 你为什么不像组织上汇报啊 组织上早就派人到上海调查了 没有结果 那你就放弃了 没有 那是我政治生命 搞不清楚我的身份 活着还不如死呢 是啊 你 你还记得上次 你去山东去招兵 咱们俩在汽车上碰到吗 对 我借那次去上海的机会 又去查过 我又回到我和若琳住的地方 因为我记得 若琳被捕的时候 有一个邻居 他应该姓李 他当时在现场 我就想能不能让他从侧面 来证明一下我的身份 你是说他知道你是地下的吗 不 不 不 这 这个不能确定了 不过他起码 在 他在被捕的现场 他曾经看到过吗 那后来找到了吗 世事变谨 找一个人不容易 那 那 那你爱人吗 他牺牲了 在龙华被杀害 当时 他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他肚子里还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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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俺说这些 是不是想安慰俺 让俺知道俺架的是共产党 不是国民党 他肚子里还怀疑 不管你信不信 这确实是事实 我跟你说 我就是希望 你的心里能好受去 指导人知道 全大连 你是第二个 为他信你 他信 那俺也信 这一年多啊 第一次跟你说那么多话 我也是 这些年 我和一个女人 也没说过这么多的话 俺给你捣鼓这么多 心里敞亮多了 俺知道你是个好人 谢谢你 于蓝 我来疯狗 我来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开饭了 班长 小李 吃饭了 吃饭 习惯 吃饭习惯 开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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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考虑 考虑 来来来 坐下歇会儿来吃 什么指示 没什么指示 我呀 就想跟你捞伙诗 这都学会了啊 好 那咋的 就老娘们能捞诗啊 捞了 捞了 弹挺像啊 好 好 好 老刘 跟你说个正事啊 嗯 前几天 木野莲又遭袭击了 砍风 就是这活人 这小疯 打了一枪还个地儿 我估门着这次啊 肯定要收拾他们 这刘兰们不就是祸害吗 这刘兰为什么上山啊 你问过没有 问过 上次上山伐木的时候 我就问过他 他说在咱们 说咱们部队里家 有他的仇人 这小子为了抱私仇 就拉干净上山了 是狗血呀 好 雨凉姐 你俩咋还没领证呢 吉木 早晚的 拖拖也好 这新房子都盖好了 来 先盖了屋着 嫂子 安全吗这儿 嫂子你这是还没忘了大勇哥呢 放 别那户不开提那户 好 好 怪安安 怪安安不长记性 芳儿 看你现在气色好多了 没再欺负你吧 有你在 他不敢 你干净啊 什么事 帮你 装 我们 我不是让你说什么 你和玉兰的事呗 咋的 不想办了 那你要拖拖什么时候 拖拖什么时候都行 老刘 我告诉你了 这事你就放鸽子 我跟你翻脸 是不定谁放谁鸽子 那你模拟什么呢 你看 你俩这一城 呼啦啦啦成了一大片 瞎扯吧 我们俩没城之前 好多人也没闲着 还有谁啊 不就是赵琴俭和田大缝吗 你看 是不是 那个 那个 那个谁 那个宝珍 还有孙来味 那是你们俩 好了之后人家挑明的 老刘啊 房子建好了 一顿一顿都搬进去了 跟了骑兵的也都结婚了 就你像个没事人一样 你爱什么呀 你爱什么呀 我肚子饿了 不写这儿 还肚子饿了不想吃饭啊 这事没说完呢 你不能吃饭 我的事你别跟着瞎吵 老刘我跟你说 团长和你协理问的事 好几回来你躲不过去啊 你别捣乱了好不好 我接不接和你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我不管 这事我给你张了 你张了你去接啊 你 我们新疆好的方类 年山南北毫无常 隔壁山南连两天 一雪融花花弄装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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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沈姐 把你当家的让人劝你 你俩的事可赶紧办 不能再拖了 板不板都成 你这话说的 这可是大事 enfin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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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